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 一直是人才辈出 在女平中前有邓亚平王南张一宁等名将 后有刘诗文、孙颖莎、陈梦和王曼玉等人在闯辉煌 其中刘诗文被誉为是乒乓球公主 曾经也是战绩辉煌 但职业生涯却抱有遗憾 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下刘诗文职业生涯为何有遗憾 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 请给我点个一圈三连 刘诗文在乒乓球上有着很高的天赋 虽然战绩没有前辈那样惊艳 但也为我国做出了不少贡献 然而随着荣誉的不断提升 自身的身价也不断提升 曾在2013年比赛获胜后 刘诗文的身价直接提升到百万 据了解他只要在比赛中获得一分 就会有1000元的报酬 这样的数字让人看了就眼红 随后刘诗文的技术不断提高 大赛经验也不断增加 实力的不断加强让他身价以下增加到千万 况且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很多球员即使不打比赛 转型其他行业也能过得蒸蒸日上 已经会受到很多大牌的广告代言的 如今身价千万住着欧市豪宅 并且刘诗文在家中摆放了一个乒乓球台 就是为了方便训练 这样的设计简直奢侈又豪华 一柜里装的不是衣服 而是许许多多的奖牌和证书 但刘诗文职业生涯却并不圆满 现状不容乐观 即使刘诗文奖牌拿过不少 但唯一缺少的就是大满贯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刘诗文职业生涯已经战绩辉煌 奖牌和证书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不过对于刘诗文这样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来说 没有获得大满贯还是有些遗憾 在许许多多的奖牌和证书中 唯一缺少一枚奥运单打冠军 这也导致他不能为自己职业生涯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如今已经31岁的刘诗文 到了职业生涯的末端 在退役边缘徘徊着 毕竟国平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时代 原本以为刘诗文会在亚运会上最后放手一搏 但没想到并没有获得亚运会的比赛资格 同时也失去了女单资格 更失去了一次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最主要的就是没办法完成退役前最后的心愿 很多人都会觉得刘诗文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但不管刘诗文能不能获得大满贯 在球迷眼里他都是最棒的 不一定要十分完美 只要尽力就不会有遗憾